高雄知名中校夜市有民眾拍下這幕 簡直看傻眼 豆花店老闆拿抹布擦完桌子 收起客人吃完的塑膠杯 接著走回攤位前 竟然是將客人喝過的杯子 放進水桶洗一洗 再用剛剛擦過桌子的同一條抹布擦乾 再放回攤位前 看起來新的杯子和舊的杯子混在一起了 被質疑難道是杯子重複再利用嗎 讓民眾直呼噁心 吃過的豆花杯子用水洗一洗 還有抹布擦拭放回攤位前 不只回收的杯子可怕 一條抹布擦到底也超級噁心 實際找到攤位老闆坚持說 回收的杯子沒有再給客人 豆花店老闆反駁說 因為要回收杯子才會清洗之後 要丟掉沒有再賣給客人了 可是畫面拍下 似乎新舊杯都一起放 衛生問題讓人存疑 衛生局也前來稽查 我就說不了 你給我問 我說不 你如果說不有 就有就有啊 眼睜睜看著老闆把用過的豆花杯 丟進水桶洗一洗 拿髒抹布擦乾 到底有沒有賣給客人 還有待衛生局調查 但已經讓人直呼很恐怖 胃口全美了 記得松沛城 陳安山高雄 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2017年1月1日